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古早味 彰化的一切 都是我想留下属于我们 毕业旅行的美好回忆 来到铁道餐厅 就像想起小时候 最爱叫妈妈带我去看火车 下午肚子饿的时候 我一定要吃那家最有名的爸爸 只可惜出国后 就再也吃不到这些东西了 等我回国后 我们三个在一起来彰化碗吧 你一定要走吗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多开心啊 哎呦 离开是为了再回来吗 走 我们继续吃 最后还有一件事 我不敢告诉你们 小时候家人总爱捏着我的脸 叫我爸碗 因为我最爱吃的 就是彰化的爸碗 我想彰化的美食 是我飞得越远 味道却在我鼻尖离得越近 这种迷人的魅力 最厉害的是久久挥散不去 是一种能不断回味的想念 青春的告别 就像一场毕业旅行 走过了就不再重来 但一米却说 离开是为了再回来 我想 每个人都该勇敢出发 重新体验生活吧 想哭就大声哭出来吗 谁想哭吗 他不在的时候 还有我陪你看风景吗 我陪你看风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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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一定不像那儿 有什么东西 你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